越南战争爆发的原因和潮战几乎是一样的,当与苏联一脉相成的红色力量,在越南这片土地上开枝散叶,迅速生长的时候,他们的力量迅速超越了原先的守旧力量, 苏联阵营的北越凭借着自己非常独特的信仰力量,将力量分散的守旧力量一击而馈,它有一副瞬间心吞南越的军事,美国之所以会进入越南战争,实际上是为了防止苏联阵营的力量扩散到越南的土地上,所以他们选择站到了守旧的南越身旁,最初以一个帮助者的身份,帮南越抗击起了北越, 在战兵中变得残酷起来的越南人和美国人越南战争刚开始爆发的时候,美国还没有全身心地投入这场战争中,他们一开始只给南越提供了一些武器物资上的援助,就如同抗日战争开始时给国军提供的武器物资一样, 到了后来美国发现南越实在非常不堪一击,他们又极力下制止苏联阵营扩大的时候,他们改变了他们的初衷,他们开始反科为主,以自身为主力和北越爆发了战争,美国在战争中一贯奉行着人道主义,因此他们在越南战争的早期,为了观测他们的人倒去了很大的亏, 北越为了这次战争,他们训练了许多当地的妇女,把这些妇女训练成毫不畏惧,死亡的自杀工具,他们的身上都绑着许多的炸弹,平常在田间地投劳作着,美军在路过他们身边,因为没有对他们产生防备,因此,在美军大规模进入越南的时候,美军出现了很多伤亡,这些伤亡都是越南妇女自杀性袭击造成的, 从这些事情过后,美国军队开始抛弃了他们人道的面具,彻底在战争中变得残酷起来,因为如果他们不变得残酷的话,他们在越南这片热带雨林的土地上,将连骨头都剩不下,而北越方面,因为对越南热带雨林的地形非常熟悉,再加上受到了我国游击战战术的训练以及我国,苏联的大量战争物资援助, 北越开始核武器,国力比他们墙上无数倍的美国周旋了起来,美国对越南的伤害,已经无法对美国人,忘怀的上述越南人美军直接进入越南战争的时候是1965年, 从1965年开始,一直到1975年结束,越南人一共在这场战争中死亡了600多万人,其中有100多万人,是北越的军队士兵,其他的都是无辜的平民百姓, 而美军在这场战争中仅死亡了5万多人,受伤者30万人左右,这场战争的伤亡差之之所以如此之大,是因为美国军队在越南投入了海量的攻击武器, 仅是美国在越南投下的炸弹总量,就超过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所有炸弹的数量,除了炸弹之外,美国还在越南投下了很多专门针的热带雨林的枯叶剂, 这些特殊的药剂会在投下之后腐蚀掉热带雨林中茂密的树叶,而一旦粘在人的身上,也会出现非常甚人的腐蚀痕迹,枯叶剂对越南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 即便到了现在,很多经历过,那场战争的越南人身上都留下了各种各样,被枯叶剂的腐蚀过后的痕迹, 即便是后来出生的一些孩童,他们也在这种化学药剂的影响下,身体或多或少出现了一些畸形,经历过那场恐怖战争炮火伤害或者化学药剂伤害的人, 要说他们不恨美国人那是不可能的,这种仇恨是刻骨铭心的,是能伴随到他们的棺材里面的。 越南在宣传下对美国失去的仇恨但是这些人终究只是少部分,随着越南的年轻人出现的越来越多, 因为没有直观感受到那场战争对自身的伤害,以及在越南政府刻意的淡化下,越南人对美国的仇恨其实,在大部分范围内的人身上消失了。 相比于美国人,越南人最痛恨的是我们,在他们的刻意宣传下,他们保民众们应当对美国的仇恨转移到了我们身上。 在越南政府的宣传下,越南数千年来受到中原王朝统侠的历史,被他们视作了去如实,然后我们就成为了越南整个国家有生以来的大帝。 就连几十年前我们和越南的那场战争,即便越南人的伤亡量,没有美月战争那么庞大。 但是在越南的宣传下,这场战争吸引的仇恨之,却远远超过了美月战争,而越南之所以没有把仇恨对象放在美国身上。 我觉得最大的原因,是因为意义的问题,因为他们把我们当成了最大的敌人,所以他们为了找到制衡我们的力量,他们就找上了美国。 由此,他们就站到了共同的意义线上,正所谓世界上没有永远的敌人。 只要利益足够,敌人都可以变成朋友,因此越南人就放弃了仇恨,绑上了美国人的大腿,而越南人为了不使自己的大策略与民意相违,所以他们就通过宣传把自己的国民带到了亲美意向上。 这才有了我们看到的越南亲美趋势,这种情况实际上在世界各国中是存在的,如果看过1984,这份关于基权主义书籍的人,可能会有直观的感受。 无论有的大的仇恨,只要利益上有需要,在上层层面的宣传下,一切的仇恨都会烟消云散。 越南人对我们和美国人截然不同的态度,相信大家也经常注意到,关于越南的新闻。 如果我们的人去越南旅游工作回国的话,再通过他们的机场海关,时事必定会受到他们敲诈一笔的。 而这种针对行为,仅局限在我们国家身上。 在面对欧美国家的人身上时,越南海关人员都是恭恭敬敬的,不敢丝毫得罪欧美人。 其中尤其是美国人,从这两种坚然不同的态度,我们可以窥见越南人,对我们的仇视,以及对美国人的巴结。 越南人之所以会产生这两种态度,其实已经跟越南普通百姓们的意志没有关系了。 这些都是受到了越南政府宣传,策略方面影响的结果,因为有着来自于上层潜规则的制定。 所以他们不敢对美国人无礼,因为一旦对美国人无礼,越南的海关员员很可能就会丢掉工作。 而无论他们对我们国家的人如何敲诈勒索,他们都是毫不顾忌的,因为他们这样做的原因,有极大可能是受到了上层默许的。 所以说这就是越南人亲美的原因,越南人仇恨美国的人,仍然是有一部分存在的。 不过这样的人并不多,在越南更多的还是受宣传影响。 而保持尽美态度的越南人,因为要折衡我们国家的原因,他们找上了肌肉更结实,强达的美国做大哥,而面对要保护他们利益的大哥,他们自然不敢打小心思,煽动百姓们对他们大哥的仇恨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